为什么悬缘顾理要认主归宗 就是把华人都要圈回来 给他个理由 你不要你祖宗吗 祖宗都不要了 你还要啥呀 说回来 到新城来干啥 认主归宗 然后呢 你这是磕头吧 见你祖宗磕不磕头 磕头 磕头以后回家了 我是书记啊 欢迎你认主归宗啊 我代表你祖宗啊 你能对我不尊敬吗 然后大家喝点酒 晚上还都有小学生 当中央支持 河南省委省政府支持 你不投钱吗 就这样把引资就引进来了 但是岳文海鬼在哪 跟我说 我要的更重要的是 海外华人的关系 郭台铭当时就盯上了 郭台铭这么觉得 959697的这个时候 那多少钱呢 兄弟姐妹 大钱了 二三十年前了 中海玩热了 人家开了一个学校 上千亩地 一分钱不要 叫招商引资 那个时候岳文海 已经给党中央献计献策 充分利用海外河南籍华人 以及河南人 在广东山头中山 所谓的一脉相连的 悬缘故里关系 进行全球统战工作